哈囉大家好,我是小許 那剛剛參加完這個官方 神魔之塔跟聖鬥之星矢合作的一個聚會 也蠻多人出席的,然後官方也有搶先透露一點消息 那這邊他也有說就是可以先公開給粉絲們知道沒有關係 那這邊都帶大家來看一下 大概拍了幾張照,重點啦 那一開始他就是有公佈了這個天龍座子龍 也就是主角之一,三大獎之一的這個大圖 還有這個穿聖衣的型態 因為到時候可以變身嘛 那裝了這個黃金聖衣之後 黃金聖衣的武裝龍科之後就可以變身成左邊的那個型態 那也有,官方也有問到說 欸為什麼他是很目屬性的他就叫紫龍 那官方人員的回答是 他的頭髮是紫色的樣子 好像是這樣子 然後再來的話是大獎之一的冰河 百鳥座冰河 然後一樣看到他的大圖跟這個 雖然說不是很清楚啦 就給大家看一下 他的大圖跟這個聖衣型態是水瓶座 然後再來看下一個 是這個順齁 順的話是屬於小獎的部分 順跟一輝都是小獎 那個圓圖的話大家應該都已經看過了 那聖衣型態的話是左邊這個 呃,處女座聖衣 然後再來的話是 這個獅子座一輝 呃,鳳凰座一輝 的這個型態 不死鳥嘛 就蠻符合他的形象的 然後左邊是他穿上聖衣的造型這樣子 那再來他們有提到說 這一次的合作範圍呢 是從第一章到黃到十二宮篇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呢 那可能就是冥王那邊可能就不會出現了 甚至,呃,海神菠塞盾那邊可能也不會出現 那再來的話看到十抽卡三大獎 那這個地方大家應該都知道了啦 就是星矢跟紫龍跟冰河這樣 然後再來的話是小獎的部分齁 沒有公開的三張小獎是 水瓶座卡妙跟獅子座艾歐里亞 跟三羊座的修羅 這三張就是小獎 那禮拜四的話應該會有更詳細的資訊 GNN新聞 那再來的話裝備武裝龍科 戰鬥中就會變換型態 呃,不知道說是進場就變換型態還是 還是怎樣齁 這個可能要等他釋出詳細的資訊齁齁 不過大家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留下你們的想法 那只有五位主角用過此功能齁 也就是說除了三大獎以外呢 兩張小獎也可以使用這個功能齁 就是一揮跟那個順 這兩張,他們好像是兄妹的樣子 然後右邊那個就是星矢的 聖鬥士型態 裝備這個黃金聖衣之後 射手座的黃金聖衣 那再來的話看到這個雅典娜出現齁 不過他並不是十抽卡 他是在 他說有在未來關卡推出齁 所以大家到時候可以 呃,期待一下這樣 我覺得應該是會跟這個系列的十抽卡 會有一些特別的組合技能 然後再來的話他有公佈這個合作場景齁 那合作場景的話 主要的戰鬥區應該是這個十二宮齁 然後再來的話可以看到右邊齁 有一些關卡裡面 他地上有玫瑰 那玫瑰的話大家應該記得就是 雙魚吧 我記得是雙魚公齁 阿布羅底的樣子 齁他的技能好像是玫瑰 好像是會對應吧 我也不太清楚齁 這邊就是搶先先給大家看 那另外這個聚會的過程中 他也是呃 就是有播放那個老爹講動畫那個 齁就是給我們看 然後玩了一些小遊戲齁 就是問打的遊戲 另外也有玩一些匕首畫腳的遊戲齁 那個百姓他有拍那個影片 到時候他應該會剪出來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一下齁 整體過程我就覺得還不錯玩齁 那TERRY他也是有到現場齁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齁 那大家有什麼想法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 喜歡影片的話記得按個訂閱 右下角按個喜歡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